华语文听力测验 第一部分,对话 说明 在这个部分,你会听到几段两个人的对话 每段对话结束后,会问几个问题 接着你会听到A、B、C、D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的内容也会出现在题本上 立题如下 请听这一段话,然后回答下面的两个问题 小赵,原本要今天来演讲的刘教授临时说不来了 怎么这样?不是原本说好的吗? 他助理说,刘教授今天有个重要的饭局,抽不出时间 唉,你当初为什么没考虑到这一点? 我邀请他的时候,他可是一口答应 谁料得到他会反悔呢? 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得找谁来冲场面? 第一题 这位小姐最后的意思是什么? A、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B、这位先生处理事情不值得信任 C、这位先生能处理各种场面的问题 D、他请这位先生提供一个适合的替代人选 请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把答案图在答案卡上 每题只念一遍 选项念完后停五秒 就继续下一题 说明结束 第一部分考试开始 请翻页 请听这段对话 然后回答两个问题 小妹 文华呢? 怎么没来啊? 我们协议分居了 他抽烟喝酒不说 竟然还跑去赌博 第一题 这位小姐的意思是什么? A、她没听说文华去赌博 B、文华不抽烟但是爱赌博 C、文华喝酒以后就不说话 D、她不能忍受文华的坏习惯 第二题 这位小姐和文华是什么关系? 小倩要任一位好姐妹的小孩 做干女儿 正在准备所需要的东西 小智看见了很好奇 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请听这段对话 然后回答三个问题 现在请听对话 哦 这套婴儿服是给小宝宝的吧 颜色真漂亮 但是 茶壶是怎么回事啊 小智 在中国人的习俗里 任干女儿要讲礼数的哦 简单来说 这茶壶里装上米和水 送给小宝宝 这样就表示 我收了个干女儿 哦 是领养吗 孩子要跟你一起住吗 嗯 以领养来说 法律规定 领养人等要比小孩至少年长20岁以上 如果是夫妻 只要有一方不符规定就无效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你的条件不太符合耶 哎呦 任干女儿哪有这么复杂 不用经过什么法律程序 小孩还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住 只是彼此认定 感觉像是多了一位亲人吧 也就是说 没有法律保障 很多人都这么做吗 完全不走法律程序 这么一来 根本没有领养这回事 那你干嘛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小智 你完全误会了 任干儿子 干女儿 并不是要抚养对方的小孩 而是因为和朋友交情匪浅 愿意把他们的孩子 当作自己的孩子 一样疼爱的一种表示 第三题 根据对话 小智为什么提到 领养小孩的事 A 她以为小倩要领养小孩 B 她未满二十岁 无法领养 C 她想了解 任养小孩的权益 D 她对领养这件事 不甚了解 第四题 小智对什么感到疑惑 A 复杂的领养仪式 B 法律的先后顺序 C C 领养与任干女儿的不同 D 亲生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第五题 最后 小智觉得任干女儿这件事怎么样 A 程序复杂 不合乎常理 B 应遵照法律程序办理 C C 建议立法 给予合理的保障 D 没有实质效益 多此一举 下面是一段对口相声的表演 请听完后 回答下面四个问题 第六题 这位先生说的故事里面 有什么角色 第七题 当这位小姐讽刺这位先生是酸秀菜时 她怎么回应 第八题 这位小姐原本期待怎样的故事 第九题 关于这位先生说的故事 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现在请听这段表演 好久好久以前 春秋战国 一条羊肠古道 古道上有匹兽马 西风徐吹 哎哟 感情是古道西风兽马 苦蜜诺这马 哈哈 瞧你穿着长袍马褂 酸秀才 不酸 我刚吃糖 我还没听过甜书生呢 哟 您这身打扮 我知道了 您该不会要说一位秀才 进京赶考 然后遇到辣妹 接着一时天雷勾动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的故事吧 瞧您的垂涎样 省省吧 我刚不说了 这是个春秋战国的故事 这春秋战国哪来的科举考试啊 再说 我刚刚哪句话谈到了秀才啊 哎哎哎 不好意思 秀才是我说的 但这故事干嘛要远到春秋战国呀 因为好久好久以前 这一路呢 就到了春秋战国 哎 这言归正传 你刚不说了古道西风兽马吗 嗯 这下句呢 断肠人在天涯呀 错 这断肠人应该在医院 这肠都断了 还不赶紧送医呀 哎哎哎 你走哪去呀 哎呀 主角都送医了 还能不结束吗 哎哎 什么呀 哎 你等等我呀 第六题 这位先生说的故事里面 有什么角色 A 秀才 B 兽马 C 家人 D 肥羊 第七题 当这位小姐 讽刺这位先生 是酸秀才时 她怎么回应 A 幽默诙谐 B 勃然大怒 C 置之不理 D 反唇相机 第八题 这位小姐 原本期待怎样的故事 A 惹人遐想的爱情故事 B 匪夷所思的悬疑故事 C 历经风霜的励志故事 D 风趣幽默的古城游记 第九题 关于这位先生说的故事 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故事内容和考试有关 B 故事发生的背景在现代 C 故事并未交代主角怎么受伤的 D 故事结局和这位小姐的想法一致 最近政治市长选举期间 许多政治名嘴纷纷上节目 表达他们对候选人的看法 某政论节目主持人董振华先生 邀请来宾资深媒体人黄月华小姐 讨讨二号候选人李光明博士的竞选理念与证件 请听完对话后回答四个问题 现在请听对话 候选人李光明博士指出 这个城市还在发展 它规划在未来两年内升级道路并建立防洪系统 将目前郊区废制的空地采用与企业合作的方式 规划成商业区及购物商城 希望吸引更多资金注入本市 李博士的规划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城市的愿景 月华 你怎么看 地方繁荣或许能提高房产价值 但是随之而来的房价飙升 最后真正得力的是财团还是居民 至于刚刚提到的城市建设愿景 我只想说 所有的愿景背后 若是没有庞大财团支撑 那才叫画饼冲击 财团 我懂你的意思 毕竟李博士不可能叫居民多缴税来达成他的愿景 李博士提到了打击犯罪或是创造就业机会了吗 没有 他连提都没提 为什么 大家或许可以思考一下 这两件事有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哇 既你这么一说 我想李博士恐怕是拿不到我手中那一票了 哈哈哈哈 第十题 根据对话 这位候选人着重城市哪方面的发展 A 居住安全 B 大众运输 C 环境保护 D 土地开发 他准备打击飙升的房子 第十一题 根据对话 下面哪一项是这位候选人所提出的 A 他预备提高居民赴税 B 他想将空地全部标售 C 他打算和企业共同开发 D 他准备打击飙升的房价 第十二题 岳华对于候选人提出的证件有什么看法 A 十分实际 B 颇有远见 C 毫无章法 D 别有巨星 第十三题 主持人最后的意思是什么 A 他被岳华说服了 B 他赞同李博士的想法 C 他想知道岳华会投票给谁 D 他想进一步了解李博士的看法 一位业余摄影师跑遍世界各地 透过镜头发表了他对娟养的看法 请听这段记者与摄影师的访谈 然后回答四个问题 现在请听访谈 一连两个星期的动物摄影展引起骚动 让不少入场参观的民众留言表示讨厌动物园 可否跟我们谈谈是什么促使您有不一样的发想 决定这些动物待遇的永远都是票房 只要能够让大家掏钱买票进场 分配到的空间就大些 这样的念头让我决定拍摄这一系列动物作品 呈现动物们静止动也不动的静态画面 嗯 动物园的展示手法会因为国家或是民族文化而有差异吗 虽然展示手法不同 也不排除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但是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大底上不是石灰玻璃 就是没有绿意的小方盒子不见天日 为何作品中的动物总是看起来特别沮丧 这是故意的吗 我记得当中有面壁沉思的秃鹰 看起来平静又忧郁 假设是你 你觉得怎么样 换作我 宁可到罗马竞技场斗个你死我活 至少痛快一些 在引进任何一种动物以前 都应该先评估环境是否适合 否则宁可都不要 要评估现有动物园的环境 从中制定出一套标准 恐怕遥不可及 或许先帮这些牢笼里的动物 找回适合的环境还比较实际 第十四题 这一系列作品有何独特之处? A. 拍摄动物静止不动的姿态 B. 捕捉动物猎食的瞬间画面 C. 主角都是患病的野生动物 D. 呈现动物在移动中的速度 第十五题 造成参观摄影展民众 对动物园反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动物园以票房决定展览的主题 B. 动物园所拥有的动物来历不明 C. 民众体认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涵 D. 民众不满作品摆设及参观的路线 第十六题 这位先生为什么提到罗马竞技场? A. 指出动物一向被囚禁 B. 说明动物圈养的历史 C. 举例说明动物的用途 D. 表示宁愿为生存而战 第十七题 这位小姐最后提出什么建议? A. 关闭不符合规定的动物园 B. 调整动物的活动空间配置 C. 重新思考引进动物的方法 D. 模拟自然生态的生存机制 以下是石油公司记者会上的部分对话 请听对话 然后回答四个问题 现在请听对话 自明日凌晨零时起 本月家用桶装瓦斯 车用液化石油气每公升调涨0.8元 至于天然气价格则不予调整 请问这次石油涨价 是不是预告天然气价格将会跟进呢? 由于全年进口气源成本稳定 依政府核定的天然气计价公式计算后 本月份天然气价格不予调整 详情可参考公告的天然气排价表 石油价格一涨再涨 连带造成物价波动 现阶段石油公司会不会考虑 自行吸收小幅调涨的价差 或采取其他配套措施? 石油价格部分主要受到近期中东紧张 情势增温 军事冲突扩大的影响 本月份液化石油气国际合约价格 较上个月上涨 本公司先前为配合政府稳定物价 及照顾民生政策 每公升已吸收2.65元 国际油气价格有涨有跌 请大家体认全球能源有限的事实 珍惜能源 第十八题 这个记者会主要目的是什么? A. 宣布吸收石油价差 B. 鼓励大家多去加油 C. 预告天然气将涨价 D. 说明石油涨价幅度 第十九题 有关天然气价格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进口成本波动 B. 本月份价格不变 C. 将调整计价工序 D. 依进口价换算排价 第二十题 这位小姐认为石油公司应该做什么? A. 预告一整年的价格 B. 负担部分涨价价差 C. 承诺天然气不调涨 D. 配合政府稳定物价 第二十一题 石油公司针对记者的问题有什么回应? A. 同意停止调涨油价 B. 表明公司将宣布破产 C. 解释必须涨价的理由 D. 告知国际油气的价格 在一场记者会上 台北市长提出了一项新措施 请听这段对话 然后回答下面四个问题 第二十二题 这项新措施的内容是什么? 第二十三题 女记者指出 这项措施可能造成什么问题? 第二十四题 针对女记者提出的疑虑 市长提出什么办法? 第二十五题 市长为什么认为这项措施 对房价的影响不大? 现在请听对话 各位记者朋友好 今天我很高兴跟大家宣布一项新措施 明年度起 台北市政府将会公告所谓的犯罪热区 这项措施主要是仿效国外大城市的做法 把民众报案 或是警方受理刑案的记录 整理成统计资料 透过电脑绘制成治安地图 这样各个地方的犯罪率高低 就可以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打算将这项服务 放上网络及手机系统供民众查询 以后民众若是经过犯罪热区 可以结伴同行或是绕道而行 市长 相信不少市民会肯定这个服务 不过也有人认为 一旦政府公布犯罪热区 这些热区自然会是警方巡逻的重点 这样小偷流氓 很可能会流窜到其他地方犯罪 反而导致其他地区的治安恶化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这个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们要知道 犯罪情形本来就会随时随地变动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犯罪热区的地图也会改变 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随时更新资料 让民众可以掌握第一手资讯 也让执法人员可以因应这些改变 努力维护治安 但是也有民众担心 一旦公布治安地图 位于热区附近的住宅房价就会大跌 您的看法怎么样 这我们已经征询过专家意见 一般来说 台北市民买房子的考量 着重在生活机能或是增值空间 而且台北跟其他国外城市比较 犯罪率较低 也不会有犯罪情形集中于特定挤区的现象 因此对于房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第二十二题 这项新措施的内容是什么 A 民众可要求警方贴身保护 B 民众可透过电脑及手机报案 C 民众可查询各区的治安状况 D 民众可请求搬出犯罪率高的地区 第二十三题 女记者指出 这项措施可能造成什么问题 A 犯罪者集中到犯罪热区 B 犯罪者改到其他地方作案 C 警察无法控制犯罪热区的治安 D 警察只能抓到小偷之类的罪犯 第二十四题 针对女记者提出的疑虑 市长提出什么办法 A 大幅提高警察破案奖金 B 随时更新各区犯罪情形 C 只公布犯罪率最高的地方 D 奖励民众在第一时间报案 第二十五题 市长为什么认为这项措施对房价的影响不大 A 因为民众买房比较在乎便利性 B 因为民众买房最重视治安环境 C 因为犯罪情形都集中在某一区 D 因为警方会针对某区加强巡逻 第二部分 段落 说明 在这个部分 你会听到几段话 每段话结束后 会问几个问题 每个问题都有 A B C D 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的内容 也会出现在题本上 立题如下 请听这一段气象报道 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各位观众您好 为您报道今天2月11日的天气预测 明天周休2日 各地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适合民众出游踏青 不过西半部日夜温差较大 民众请注意 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形态 将持续到15日 从16日开始 因为受到封面影响 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 尤其北部及东半部几率 可达80%以上 第二题 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 A 气温降低 有短暂雨 B 受到封面影响 会下雨 C 是适合出游踏青的好天气 D 早上会下雨 下午出太阳 请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把答案图在答案卡上 每题只念一遍 选项念完后停5秒 就继续下一题 说明结束 第二部分考试开始 请翻页 请听这一段话 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已经为日本球队 效力三年的投手大卫 昨天以家庭因素 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为由 向球团提出离开球队的要求 大卫同时也表示 想回美国寻求发展 球团基于尊重球员的意愿 原则上已同意 让他离队 他的位置将由年轻一辈的球员递补 第二十六题 从上面的这段话 大卫离开球队的原因是什么 A A 美国棒球队要求他回国发展 B 日本球员的表现比他好得多 C 球团已经找到年轻球员地补 D 家团及自己未来发展的问题 请听下面一段广播 然后回答两个问题 对多数的消费者而言 吃综合维他命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一种方式 但根据一项国外研究发现 综合维他命无法真正防止疾病发生 该研究甚至指出 每天吃综合维他命的人 反而会提高生病的几率 因此 美国营养专家 已经不以综合维他命 作为日常保养身体的食品 也不推荐病人使用 究竟要如何正确地选择维他命 怎么吃才对 不同年龄要怎么吃 还有 放假期间吃个不停 当身体出现状况 而医院又休息时 又该如何自我处理 更多食用的小尝试 都在这个月的健康杂志里 第二十七题 营养专家对每日吃综合维他命 有什么看法 A 能降低生病的几率 B 比较适合生病的人吃 C 最好在消化不良的时候吃 D 并非是保养身体的好方法 第二十八题 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广播 A 推销健康药品 B 宣传杂志的广告 C 强调维他命优点的报导 D 介绍如何保持健康的节目 以下这段报导介绍了一个实验 请听这段报导 然后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第二十九题 这个实验怎么进行 第三十题 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 第三十一题 这项报导 为什么提到过去心理学家们的看法 现在请听这段报导 耶鲁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 儿童最早从六个月大开始 就能做出道德判断 而这种分辨善恶的能力 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在这项实验中 研究人员让一群六个月到一岁大的婴儿 看几个经过设计的卡通 比如说一颗红色的球 很努力地要爬上山坡 一个黄色的正方形 在后面帮忙推 但是另一个绿色的三角形 却一直把红球推下山 研究人员依照小婴儿们 专心程度的不同 分别将卡通看了几次之后 要他们从好人正方形 与坏人三角形之中选一个 结果高达八成的小孩 都选了会帮忙的正方形 主持这项研究计划的教授们指出 过去像佛洛伊德等心理学家 多半认为 刚出生的小孩就像白指 没有道德观念 但是这项研究 推翻了过去的假设 证据之词 人类的某些道德观念 可能是打从骨子里就有的 第29题 这个实验怎么进行? A. 让小孩练习画不同的图形 B. 让小孩看情节简单的影片 C. 让小孩玩不同造型的玩具 D. 让小孩跟研究人员一起玩球 第三十题 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 A. 小孩长大以后才能分辨善恶 B. 受过教育的小孩较有道德感 C. 人类的道德感 C. 人类的道德感可能是天生的 D. 成人的道德观会影响小孩子 第31题 这项报道为什么提到过去心理学家们的看法? A. 表示实验结果符合过去的看法 B. 指出未来研究打算进行的方向 C. 指出这项研究设计不良的地方 D. 指出研究结果不支持旧的理论 请听这个故事 然后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第32题 奇想病人 这出戏描写的是哪一种人? 第33题 这天晚上 这位在台上演出的演员怎么样? 第34题 关于这个故事 哪一个是对的? 现在请听这个故事 1673年2月17号的晚上 在法国的巴黎剧院里 上演了一部喜剧 担任主角的就是作者本人 著名的喜剧大师莫里埃 开眼前 他妻子不断地劝他说 你病得这样重 就不要登场了吧 他回答说 如果不演出 怎么能维持剧团的收入呢? 因此 他还是勉强自己粉末登场 这天晚上 剧场里座无虚席 上演的剧目叫《奇想病人》 讲的是一个喜欢无病身影 没病装病的人 观众们发现 今天晚上担任主角的这个演员 演得真是逼真啊 经常痛苦地捂着胸口 剧烈地咳嗽 几乎要让人相信 他是真的生病的 到了最后一幕 这位主角 似乎再也支持不住了 虚弱地 没走几步路 就昏倒在台上 全场的观众 都不由得 为这样精彩的演出 抱以热烈的掌声 而在散场之后 不到四个小时 莫里埃便静静地告别了人世 第32题 《奇想病人》这出戏 描写的是哪一种人 A. 很想当演员的人 B. 没有钱看病的人 C. 有病却不看医生的人 D. 老以为自己生病的人 第33题 这天晚上 这位在台上演出的演员怎么样 A. 很会骗人 B. 真的生病 C. 害死了别人 D. 一点病都没有 第34题 关于这个故事 哪一个是对的 A. 作家最后死了 B. 演员最后没死 C. 作家的太太上台演出 D. 观众觉得演员 演得很差 以下是一位先生正表达他对记者的看法 请听这段话 然后回答下面四个问题 第35题 这位先生认为台湾记者怎么样 第36题 这段话为什么用老虎来形容记者 第37题 第37题 这段话为什么用狗来形容记者 第38题 最后这位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里头的记者犯了什么错 现在请听这段话 很多人都过分夸大自己的重要性 尤其是新闻工作者 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 新闻很有力量 可以左右舆论 记者便自以为了不起 却从没看看自己写的东西 是否称得上试骗报道 我的好友老魏 在中央社干了十几年 对记者这种人 有绝妙的评语 他说 不同的记者 就好像神仙 老虎 狗 这三种东西 怎么说呢 记者可能因为 写了一则头条新闻 就被大众吹捧得 像神仙一样伟大 也可能到处乱挖新闻 什么都报 就像老虎乱咬人 还有些记者 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巴结权贵 掩盖事实 到处逢迎 和一只摇着尾巴的哈巴狗 没有两样 这样的批评 也许不大厚道 却指出记者失职的一面 我举个例子 证明我们连像样的记者 都很缺乏 随手拿份经贸报道 来看看就知道 有些记者 光写贸易总额和细目 就写掉半个版面 但你若是把这些细目 一个一个加起来 通常得到的数目 和他写的贸易总额 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 但连这样基本的功夫都没有 不配做个记者吧 第35题 这位先生认为台湾记者怎么样 A. 有些自大 B. 缺乏信心 C. 非常专业 D. 很有道德 第36题 这段话 为什么用老虎来形容记者 A. 能不畏强权 坚持事实 B. 能写出一流的头条新闻 C. 不管消息真假 什么都报道 D. 文笔不好 读者阅读有困难 第37题 这段话 这段话为什么用狗来形容记者 A. 能忠实报道各种新闻 B. 追查线索相当仔细 C. 报道不公 向全市低头 D. 只报道地方新闻 没有远见 第38题 最后这位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里头的记者犯了什么错 A. 报道写得太短 B. 只报道财经新闻 C. 只报道不重要的部分 D. 报道内容前后不一致 以下是一段关于社交网站的报告 请你在听完这段报告后 回答下面四个问题 第39题 根据这段话 关于社交网站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第40题 根据这段话 我们可以从这份报告看出 经济从去年春天开始不乐观 但不少社交网站的人气指数 却逐渐上升 可以想象的是 这类网站能让使用者轻易地和好几百人搭上关系 认识传统求职管道遇不到的各方神圣 不过 社交网站并不是失业的万灵单 它或许能提高个人的社交优势 但不见得对就业和财务状况有实质的帮助 以目前的研究来看 并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 因为参与社交网站而找到工作的速度 比朋友介绍或是到处投履历表来得快 不过 多数求职者透过社交网站成功增加曝光率 积极拓展社交圈 却是不争的事实 换句话说 失业者如果借着网络建立起一长串的通讯名单 并且长期保持联络 就可能更快找到工作 针对想利用社交网站来求职的人 报告中也提出专家的建议 表示求职者应该先求金再求多 先从单一网站下手 仔细填写个人档案及工作经验 越清楚越好 千万不要只提供职位名称和在职日期 因为区区几个字不能为自己建立起鲜明的形象 尤其如果能将相关产业的特定文字或句子 加到工作经历中 就可以提高在关键次被搜寻到的频率 即使一时找不到工作也无妨 在家看看股票讯息 考虑下一步投资的方向 上社交网站也很有用 近年来兴起的投资型社交网站 让不少投资人可以借此和其他人交换心得 分享资讯 讨论股市行情 当然 在这类网站中 难免会出现有心人士利用这个媒介来炒作投资讯息 使用者不能不小心 第39题 根据这段话 关于社交网站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提供推销自己的机会 B. 保证能最快找到工作 C. 社会经济越好越流行 D. 能解决多数失业问题 第40题 根据这段话 为什么社交网站有助于求职 A. 能快速累积创业资金 B. 能大量刊登求职广告 C. 能培养人脉 争取机会 D. 能学习他人求职的经验 第41题 关于专家提供的求职建议 下面哪一项是对的 A. 使用关键字增加曝光率 B. 介绍内容简单明了就好 C. 一开始加入越多网站越好 D. 用网站求职只适用于特定职业 第42题 根据这段话 投资型社交网站有什么缺点? A. 无法掌握投资状况 B. 使用者多半是失业族 C. 投资亏损的金额过高 D. 消息来源不完全可靠 以下是一则有关黑洞的科学报道 请听完后回答下面的四个问题 第43题 为什么这篇报道说黑洞是终极时刻? 第44题 说话者认为洗衣机在哪方面足以比拟负在循环原理? 第45题 说话者已排水过程,说明黑洞的何种状态 第46题 这个报道的重点是什么? 现在请听报道 有许多宇宙现象能影响生命的存在 拥有独特本质的黑洞就是其中之一 黑洞是宇宙里最强大的终极时刻 它们又补物质且狼吞虎咽地吞食着 这个能力在宇宙中无与伦比 当天文学家谈到黑洞吞食的现象时 他们称此现象为负载循环 就像洗衣机洗衣服一样 洗衣过程中一会儿静止 一会儿高速转动 这断断续续的晃动 正足以解释黑洞吞食物质的状态与频率 坠入黑洞的物质并不是一片寂静 即使黑洞正处于静止状态 这些物质仍会以极高的速度运动着 若黑洞正在旋转 它们更会在其周边随着更高速旋转 一旦这些运动中的物质 遭遇并撞击挡在路径上的任何东西 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动能 就可以转化为原子与粒子的运动 以及电磁辐射 黑洞不仅捕捉物质 它还将物质以光速弹出到数万光年之外 这个弹出的原理可以用浴缸里嘈杂的排水过程来比拟 当液体坠入排水管时 水会猛烈撞击空气分子 使得某些旋转动能转化成声波 由于声波速度比水快 它们可逃离排水孔 天文学家推估银河系中心黑洞的负载循环 恰好与星系的整体特质息息相关 它也对太阳系为何能够支持生命的存在 提供了引人入胜的线索 第43题 为什么这篇报道说黑洞是终极时刻 A. 因为黑洞能影响生命存在 B. 因为黑洞连自己都会吞噬 C. 因为黑洞疯狂吸收周遭物质 D. 因为黑洞存在于每个星系中 第44题 说话者认为 洗衣机在哪方面足以比你负在循环原理 A. 两者运行状态相似 B. 两者都会高速旋转 C. 两者都会排出物体 D. 两者都具有洗涤功能 第45题 说话者已排水过程 说明黑洞的何种状态 A. 声波产生的原因 B. 物质撞击的情况 C. 黑洞爆炸的成因 D. 黑洞喷射物质的现象 第46题 这个报道的重点是什么? A. 黑洞形成的原因 B. 黑洞运动的状态 C. 黑洞毁灭的成因 D. 黑洞吞噬物质的原理 发迹于旧金山的脑神经研究团队 是该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以下是他们其中一项产品的部分介绍 请听这段介绍 然后回答四个问题 现在请听介绍 本公司奠基于脑神经及认知领域的研究 是学界与业界众多脑力训练研究中的权威 集结了各界专家学者 智力开发既有趣又有效的大脑训练程式 秉持研究应该融入生活 并整合学术理论与实物经验的原则 我们将所有产品结合神经心理学家的临床试验结果 与顶尖游戏设计团队合作 除了提供学界更多实证研究数据外 也让末端使用者有更便捷的选择 这套取名40家的软体顾名思义 拥有40多款线上游戏 于2011年首次推出 当时随机抽样的13位产品使用者 在连续使用5个星期后 注意力提升了20% 此外 在2014年 我们也邀请了21位炎症病患 连续使用12星期 结果显示他们在各方面的平均表现 都优于对照组 40家能自动依据您的使用进展调整 随时提供您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游戏 第47题 根据介绍 这项产品的设计对象为何 A. 一般大众 B. 神经心理学家 C. 脑部重症病患 D. 实验室研究员 第48题 根据介绍 这间公司有何特色 A. 他们比较专注科学试验 B. 所有产品皆经过科学测试 C. 设计团队成员皆为科学家 D. 产品依使用者的回馈 D. 产品依使用者的回馈调教修正 D. 产品依使用者的回馈调教修正 D. 使用有效期为5-12星期 第50题 为何提及使用者使用的结果 A. 说明研发过程严谨 B. 强调使用族群普及 C. 图显公司财力雄厚 D. 矩正软体效果显著 听力考试到这里全部结束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